我算是來自香港 給我一個智慧 通常你會不會說自己是香港人 年輕的人我可以說香港人 他們涉及的程度高 老的人就不可以 因為沒那麼好 為甚麼 台灣暫時都不是那麼有排斥 排外 通常有保守的經驗 這個我們都要面對現實 香港人是香港人 創造一個台灣更美好的台灣 你的聲音有點香港紅 我就是香港人 我們香港人啊 你代表是香港人黨 不是 這個黨是台灣黨 來跟其他香港人一個進黨 我覺得很好啊 只是沒有想到香港人可以參選 會干預台灣的政治啊 不會吧 我相信台灣的制度應該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台灣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對 對 你真的很有經濟 所以所有的世界參選 為甚麼會選舉呢 又希望改善香港人的處境 香港以前就做過17年的區議員 台灣跟香港選擇不同 所以我們的選舉呢 在這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們的資源 我們的政治勢力 我們的經濟勢力 甚麼都沒有 加油啊 謝謝你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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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呢 說你是香港人 是不是救救鎮啊 都有這些部分人 但是呢 我拜訣 我覺得台灣人是好很多的 接我的單張 比香港人是接得多些的 台灣人其實表面上很客氣的 在哪個情況下 他都比較客氣一點 不同香港人很愧的 香港人就不喜歡又不喜歡 就是我們想做到社會要共融些 將香港人那種隔目呢 沖淡了去 香港人是兩面不土好的 民進黨他們有一個自保生態 而對我們不好 國民黨因為我們是炒號了他們 所以對我們又是不好 國安餘女呢 這個是一個藉口 當然它又另一方面呢 都可以想像到 事不關己、喜不勞心 對這些香港人 就造成一個叫二次傷害 最重要就是說 你一旦是說明實施制度 但是你不是 變得無所釋從 灰心失望 所有香港人都覺得 台灣不會是接納的了 誤解你不信任 最大的困境 這些是長壽面的老人家 是喜歡的 雖然我不是那麼想 用這些來做一個選舉的操作 選獎 因為青年的選舉 青年九號推出一個好的選舉 但是因為我跟別人的差距太遠了 所以我又不違法的情況下 入鄉隨著 我覺得兩萬票是很成功的 十二分之一 當然這個都是一個極度艱難的門檻 我們是處於一個機人離合之下 選舉就不只是說要幫香港人 能夠幫到香港人 這個其中之一 我們又知道 怎樣去發展一個經濟體系 在台灣那裏有一個無益 最重要是大家能夠慢慢去改善了這個誤解 如果香港人熱衷了參與社會政策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成功 所以我們相信選舉裡面 一定有些收落的藍 不會是白白去參與選舉